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一次讲到 从自然之妙有 非利孕之能成 信可谓 自巧兼优心所双畅 这是今天所要讲的 自巧兼优也等同于 你写到自然之妙有 它必然会自巧兼优 然后心所双畅 同时也就是心和所 多畅畅而行都不冲突 就恨然同意 双字有几种学法 我来示范一下 这个区域可以简化的 然后这个头可以简化的 一点 另外 没有简化 比较不大理想 这种学法有简化比较好看的 像这种类型的字 就是标准式 是一个通则 左右 上面两个 下面一个 然后上面的写了以后 它的中间的部分要简化 简化 有的时候是点一点 有的时候是点两点 像这个弦 弦字 弦就是这种写法点一点的 这个是弦 因为它是一点 这里连一点 然后这里也一点 写过来 是因为这边比划少 所以点一点 如果是这个字 它就是能够匹配就是两点 比较好看 这个比较好 这个如果是点了两点 它写出来的不见得好看 现在 因为这个通则是类似的 所以就不好看 在文字的一个进化的过程中 一则以美观 一则以实用 所以如果写出来不美观 然后要另外一种方式来写 那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把这边简化 简化成一点 这里简化 先简化了 然后 这样又很顺又很美 还有一种写法 就是从这两点 从这里 这两点 开始写了 开始写 通过这里 然后滚动 滚动 滚到下面 到这里 然后呢 再滚 滚到 这一话 然后这个左右对应 左右对应 所以 这样滚了以后 这样子对应 这样子对应 好 写出来把它写美化 就是这样 美化 这个是另外一种写法 这个也是可以的 还有一种 就是这个头省掉的 这样子 左右两边 就有平衡感的变化 孙国庭 书谱这个双字 依照草室的规则 头部要出来 要写清楚 然后中间可以简化 末端也尽量清楚 这样子就 是可以 比较容易辨识 像 明朝的董西昌 这个字 头部也很清楚 我们往下看 这个是 头部也不很清楚 那也没有简化 而两个就分散了 所以这个是 比较不好的 那现在 下面的 这个字 的头部 虽然有 但是也 好像 交代的不清楚 像这个字 头部不见了 只剩下两点 那就更不容易辨识 在右边 在右边 文正明的 这个头部 有一点影子 有一点 从这里来的影子 所以 这个还好一点 总归一句 董西昌的头部清楚 他写出来的 就比较容易辨识 这个 这个 唱 字 这边 已经有相撞 请参考 左旁 这边 汉字的头 这一点 它是足笔 要清楚的 起点的足笔 要清楚 请参考 左边 不 虚动 这个虚 它是交代的 不清楚的 那我来示范一下 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 部首的符号 接着 直的 然后 这里一点 然后一束的符号一点 这里还有一点 所以三点 然后 一 一 二 三 然后 这一块 但是因为这样子写是 重心偏了右边 所以要平衡 这个写斜的 然后这里有三点 然后 最后一符 这样子才是 有平衡的美感 这个虚字的笔画中断了 刚刚所讲到的 孙郭婷 按部虚动 下壁有油 因为 这一笔 它的原油 交代不清了 所以 变成 很奇怪了 那请看 左旁 我怎么写 这个动字的 左旁和右旁 肩胶结构混在一起 如果把力 分开一点 那就会比较容易辨识 请看我左边的这个动字 动字的第一笔 跟刚刚双字的第一笔 它有一个惯性的翻滚 往上面翻滚 然后再下来 然后左右对应两点 这里是左右对应的 然后下面有两画 所以从这样子翻滚了以后 到了左右对应 然后下来 力是在右旁的 所以右旁要分 分得比较 肩胶结构 分得清楚 就会比较容易辨识 下壁有油的壁 的笔顺 上一次 我有讲过 再来 这是一种写法 另外一种写法就是 先写这两笔 然后这一笔 然后这一笔 所以两种写法 如果是写成这样子 那这样子就 这个是不好的 因为 气 由 每一个字 通通的习惯的惯性 通通是由 左边写到右边 然后右边到左边 那这个写法呢 是左边到左边 所以气就不能够先接 这个画 参考 左边 把这一画压过来 所以比较安定感 一画之间 这个间 这个外面 这个门字的符号 它是包容的意义 它要包容下面的 所以请看左边 它上面要大 下面要小 下面受到上面的包容 它在里面包容的意思 这个辨字 它的符号规则 没有薄的好 请参考我这边的辨字 那我再来解释 这个辨的由来 这个辨字有好几种写法 一种写法就是 头写出来以后 中间两点 这是中间的 然后 这边也是两点 这边也是两点 然后写过来 另外一种写法就是 中间这里一点 中间一点 然后末端 末端 它 这是对称两点 对称两点 然后写这里 然后滚过来 这里中间简化了一点 一点它会翻滚到这边来 翻滚到末端了 因为这中间这里也是一点 一点连在这里 它就会变成这样 这是一种写法 另外一种写法是 中间一点 整个中间 整个中间 这是整个中间 所以整个中间一点的末端 连这里 要连连这里 这个就省了很多 它有这种写法 有这种写法 还有这种写法 还有这种写法 比较比较 比较 不大好 是这样子写法 就是很干净利落 那这个是用一种 左右对应 左右对应 中间一点 左右对应 所以这样也可以写 但是 如果写一点 这样子也可以变化成这样 一点一画 然后 三点 然后 也可以这样写 这个都可以 接下来 起字 这边要弯过来 它是写快一点 所以 弯得不大清楚 起符的符 它是一个浅 右边是一个浅字 从浅字来 请参考 左边 以 峰 峰 这个上面的山 头部要写得 比较清楚一点 才会辨识 现在 好像是写了两点 看起来好像写了两点 其实它是一个 山峰的山 要山要写清楚 才能够辨识 秒 这个可以 秒 也可以 这个点字的笔论 算起来还好 如果要清楚 那就参考 左边的这样子的点 之内 它两个连绵 它的气势就会比较好 另外下面的书 书 我以前也有讲过 不过今天还要特别讲一下 因为这个书 这个左旁的歹字 不明显 然后最后的末端也不明显 所以就不容易拆 这个点之内 我顺便把它写下来 这个书 这个书 扭 两个一起把它连贯起来 因为这个是照原来的形状 的圆形草 然后 往上 然后你的边有一点 然后你这边有一点 鋏肉是 刚刚喔 我讲的尖是它有一个包容的空间 它这个雪字也要进来有一个包容的空间 里面有一点然后再出来 那请看左旁的雪字里面有一个包容的一点 要进来一点然后再出来 这个就要很清楚的标示了 这个标示现在上面是对称三点 然后下面的底座是一横 所以一横请勘考左旁的笔顺 与豪这个也可以参考一下豪的笔顺 这个芒是我们乍看之下好像是道 对于笔画少的字 尽量用圆形草来写 那圆形草可以参考左旁的这个人字 它是圆形的传书圆形的草 然后过来这样子就会容易辨识说这个是芒 这一段孙国庭的主要在谈书法 它要通一道 道要同自然之妙有 如果是刻意求功勉强的写 那就不行的 我这个系列特别讲得清楚 期待大家能够在这完整的规则之下 写出申国庭首期待的新手创伤的目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